現在會講Microsoft Word 亞洲方式配置 先欺負一些文字 選擇亞洲方式配置第一個橫向文字 調整於一項 確定縮到很小的變得橫 再來一次橫向文字 剔走這個 第二種叫做早排文字 0.6 比較小的分兩項 再來一次 今次我要字體大一點 16 你看到很明顯分兩項 第三種叫並列文字 這個可以加括好的 有幾種款式可以選擇 也是分兩項的確定 字體比較小一點 可以把它調整大一點 另外另一種 面前有四堆字 用tap去分開了 現在可以嘗試 加上聚息文字大小 先選擇第一格 選擇亞洲方式 聚息文字大小 目前是1.69公分 我們將它擴大一點 去到2公分 確定 於是它轉闊了 這個相同 我們可以按F4 重複動作 highlight 再按F4 再highlight 按F4 現在全部 都是用了2cm的闊度 我們將複動作 在左邊 highlight 按著 control 再 drag 下去 變成三項 全部 你看到藍色線 隔著 廠方式 達到2cm 這麼 我們將它減少一個字 你會發現 可以使用廠方式 就要对齐文字 这个叫做亚洲方式 聚识文字大小